19号一早 传闻王力宏与老婆李晶� 将于当日下午4点15分 返抵台北 大批媒体一接收到讯息 全都到机场等候 就怕错过二哥与二嫂通台的风采 不过班机却大delay 迟迟到5点 现场媒体依旧等不到二哥夫妇出关 却意外接到了天王周杰伦 与妈妈叶惠美从机场出关 是让现场媒体惊喜万分 频频追问周董问题 不过周董还是维持一贯的低调态度 宣传不愿提下脚步与媒体分享心情 将于当日下午4点15分 返抵台北 大批媒体一接收到讯息 全都到机场等候 就怕错过二哥与二嫂通台的风采 不过班机却大delay 迟迟到5点 现场媒体依旧等不到二哥夫妇出关 却意外接到了天王周杰伦 与妈妈叶惠美从机场出关 是让现场媒体惊喜万分 频频追问周董问题 不过周董还是维持一贯的低调态度 全程不愿提下脚步与媒体分享心情 周杰伦1月18号才刚过完35岁生日 特地带着父母出国度假 周杰伦前阵子才对媒体说过 预计在35岁时完婚 这件事到底现在进行到哪里了呢 令人十分好奇 好了 这份商业怎么做的 你们小心一点 不好意思 你们小心一点 你们借过一下 借过 周杰伦是全程不愿多发言 请要记者们小心安全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 我是大鹏